出動兩輛貨車 20位雪隆刺激志工 準備將廠商結緣的床墊 送給刺激照顧庫 我們的老闆說有些東西 這些全部都是新的東西來的 因為可能有一點瑕疵了 或是怎樣來講的話 我們取社會用語 這個社會說的 就是對於有需要的人的話 我們就是盡量地去幫忙他 我們也知道一些改貨 他們的床有些是爛的 其實也沒有本事去買 所以聽到有這樣的結言 所以他們也是很難的 經過統計 志工總共送出61張床墊 到45戶家庭 我們發現媽媽和三個孩子 一起住在一個房間裡面 就一個King size的床 所以四個人就沒辦法夠睡了 所以就需要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床 媽媽直接睡在下面的 有想過要自己買一個提浪給媽媽睡嗎 有 沒有錢買給我 有存錢嗎 有 可是給媽媽的 媽媽要用到就給媽媽 所以一次就買不成 那個床墊 有了乳膠床墊 照顧戶改善睡眠品質 在之前 他們多數睡在地板 或撿別人睡過的床墊 蘇馬蒂的先生中風後無法工作 一家八口平時擠在同間房 志工送來的床墊 孩子迫不及待小事 他們臉上的笑容 仿佛告訴志工 今晚將會有個好眠 在新聞 曾山米志工陳清香 何永康 陳永福 馬來西亞報導 中國大陸四川懷疑